视频开始,来玩个小游戏 问,人身上掉了什么捡不起来 自从一阿姬战胜了无数个坚硬的东西后 他小子那是真的好狠 放言自己是万物皆可压 听到此话后,鲁伯的之类表示不服 可和一阿姬来了一番较量后 却被狠狠打脸了 甚至是大狼头都没能给一阿姬上一课 屡战屡胜,难道一阿姬真的要所向无敌了吗 无信息的老外也表示不服,不可能 明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收拾一阿姬的对手 没错,那就是中国制造的铁轨 这可是曾经老外用巴雷特都扛不动的 今天这一阿姬是否还能那么骄傲呢 二话不说,把国产铁轨放到一阿姬下 随后就启动一阿姬 一阿姬气势汹汹朝着铁轨压下去 可有些尴尬的是,使尽了全力 咱这铁轨硬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于是老外稍稍改变一下铁轨的位置 一阿姬再次下下压 这回铁轨似乎有些变化了 于是趁热打铁,一阿姬加大力度 砰,铁轨直接被崩出去了 前期来看看,铁轨仅仅只是裂了一条缝 其余并没有什么改变 能够扛住一阿姬90吨的力 目前为止只有这超牛的国产铁轨了 这下一阿姬抬不起头了吧 视频素材蓝衣网络,我们下期再见